大家好 又是我施健章比赛马深水的时间 接下来星期日的赛事 大家都知道是有机会跑变化地 我觉得有一只马上次初出的表现已经不错了 跑到第四 这次他继续有一个好档 我觉得他有机会这次会有更上一层楼的表现 立刻跟大家重温这只时时满意他上次初出如何跑一个第四 大家留意一下他一档出集1号那只时时满意 他那一系的赛衣大家都意认 黑白衣服黑色帽是时时满意 现在就放在头上 然后看到外面有9号3号的多多配合 现在他在第二位 然后看到4号的灰马就是这只铜锣日 大家都留意一下12号粉红色衣服的美丽攻略 现在在第四位置 黑白格仔帽粉红色黑白衣服的美丽彩衣服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和一起跑 事事满意来到这里 因为有个内档的关系 其实看到星仔和霍云星 一直都拍着多多配合去跑 开始这一路都已经出头 以为他就搞定了 最后这85的时候还在赢 但是懒不提防 还有两只更加勇气的马 第一只就是威力崩藤 接着就是芯之恒和美丽攻略 都在外面一起和他冲 最后他省了条纜花 来初出都跑过第四 其实星仔这次的表现都是不错的 差一点都被他偷到鸡 有一只冷的位置 但是以一只初出马来说 他的表现都认真不错 这次其实他有个四档去帮手 那个榜不是认真很有利 但是对着这些马 他初出都有表现的时候 对着威力崩藤这些这么厉害的马 他都可以交到这样的水準 我觉得他这次的对手 他可以有进一步的表现 当然他第一只对手要看 就是美丽攻略 我不是经常被雷神那些马 但是这次没办法这只马 有他一档117磅 而且最重要 他在干块地有表现 和这只马的血统 是会跑变化地的 我没得说的 所以我怎么都要 博一博这只美丽攻略 都要推介给大家 稳稳稳稳稳 另一只上次初出 都近的马 就是电气骑士 这只马 他那次输给威力斌騰那一场 大家都会去再看 你留意一下刚才的影片 他都不是说输得远的 来到这一次 时时满意上次OK的时候 他这次都可以跟他有得交一下 那档就差一点 但117磅 看看欺威心怎么发挥 留意这只马 其实他会跑来地 我觉得应付一些变化场地 都可能会有机会应付到 好 还有一个介绍给大家 就是喜奥龙 上次已经是入到位 表现是不错的了 都是一只他可以应付到 泥地的赛推 今次的配搭比上次更加好的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看看他会不会真的可以 有些不同的表现 所以他上次已经是 拿到一个位置 今次他可能有机会 会是更上一层楼 上次他跑直路 看看这次转弯 会不会多一些的考验 这场我就用比较稳定的事 是满意做胆 拖美丽攻略 电气骑士 和喜奥龙 这场赛事介绍完给大家 我还有一场推荐给大家 和拍档Matthew 一样有好东西给大家 希望大家 星期日的赛事 信信利利而赢多些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